解释第一章 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师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说到奥秘这一点 和星之间的关系 神经一会说到 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七间教会 而七星是代表七间教会的领袖 七间教会的师者 为什么是奥秘呢 一说就说出来 这个简单是迷语呢 其实如果我们将一样东西说出来 例如像一个人 为什么滑下山也不会受伤 因为这个简单是LOK的简单是英文 看下山而已 那这个当然了 你会看到这简单是迷语 因为一说出来 你不会说是奥秘 因为里面不会再抛行任何其他意思 也里面不是说有非常庞大的秘密 在里面 现在只不过把锁匙的初階说给你 你都要自己亲自打开这个补复 不是 那些一说就穿布 就没有东西再进去 但其实这里说了 七盏的金灯台 对比七间教会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详细 很全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才叫做奥秘 而实际上的详细和全面的意思 基本历代历世以来 我相信举世 究竟有多少教会 能够解得明白呢 所以这就叫奥秘 就是对亲近神的人 圣灵他因高才会知道 其他的只是一知半解 对不对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有很多信用弟兄姊妹 你听到关于 我们讲到关于 在众不同的果树 就代表了基督徒不同的信仰 我们讲到一棵树 它是成长的过程 不同的过程 又代表了不同的信仰 然后我们讲到 原来在一个婚言里面 不同的身份 又代表了基督徒不同的成长 但现在讲到 关于 节旗又代表了不同的成长 接着又讲到 金灯台代表教会 你会发觉 很多这些很新穎的对比 但是在今次我们尝试 因为我们讲到这一点 我想跟大家尝试 去尽心去研究一下 其实这里所说的奥秘 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会说是奥秘呢 为什么不是说是迷语 就是说 七个金灯台 那就是七间教会 那就可以了 不是 其实是因为里面 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事实 给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理解了 其实神时代计划 是单一个 就是救赎计划 是不是 而这个救赎计划 其实只不过神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讲出这个救赎计划的性质 至于在时间的红楼当中 神就用回幕的那么多爪 那么多爪 去对比时间表 他的次序 神就用这个回幕的 他们的家师的次序 讲出 教会的复环 但是问题同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又贴上这七个节旗 他讲出不单止是时间表 亦讲出我们信仰上的经历 然后跟着神又再再贴 就是关于婚礼里面 这个婚言里面 主耶稣来是接这个辛苦 里面有婚客有同女 很辛苦 那么我们一个接一个 我们慢慢去理解了 这些个别的意思 但其实它们全部都是同一个故事 为什么呢? 我尝试在今天开始 跟大家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去对比 其实七个节旗 可以说比较详细的 就是记载了在利未记第23章 因为利未记第23章 它讲这个圣会 其实已经包含了以色列的七个节旗 我们看看利未记第23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语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旗 事实上 你会看到这些节旗 其实就是分为了七个的 头那三个统称了 很多时候以色列人统称了 这个叫做余月节 这个余月节里面包含了 就是余月节 我们所说的随敲节 还有很出名的初熟节 你会看到在 23章第4节说 耶和华的节旗 就是你们到了日期 要宣告为圣会的 所以你会看到耶和华的圣会 其实是和日期有关 事实上我们知道 神的这些圣会是代表了 时间表之外 它是贴着以色列人的春雨秋雨 当然那是另一番的意思 它说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 即是一年的第一个月的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余月节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击杀长子的那晚 接着第六节 接着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首的无敲节 这个是第二个节 你们要吃无敲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奴隆的功都不可作 将伙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奴隆的功都不可作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去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 我只给你们的地 收割的庄界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界一群 带给祭司 带要把这一群在耶和华面前 遥一遥使你们得蒙月辣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翅日 把这群遥一遥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是关于什么 是遥祭的 这个 你会看到 就是我们所说的初熟节 你会看到 以色列人 临临种种的节期当中 只有七个 有三大节期 一年三次 而事实上 第一组的节期 就是我们称为余节 有余节 接着是什么 摩克节 接着是什么 初熟节 接着就是 另外第四个节期 就是五巡节 五巡节 接着就是下一组的节期 第三组 分别是崔国节 熟罪日 以及住牌节 很多人 很多人 他直成 很傻的 我说的是基督徒 甚至牧师 接近 可以说 希斯灭祖 到的阶段 就说这些节期 和我们没有关系的 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了 但圣经明明说 这些是将来的事的影仪 但究竟这些是什么事的影仪呢 究竟这些事情的实体是什么呢 这些事情的实体就是神告诉我们 其实这七个节期 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全面 身为教会要经历这七盏灯 七个节期 所以为什么这七个金灯台 其实七个金灯台 其实是代表七间教会 但是每一个金灯台 记住是每一个金灯台 上面都有七盏灯的 因为它们有球花杯去组成 所以这里是说 七间教会 每一间教会有七盏灯 总共是七十四十九 但是问题是 每一间教会 为什么代表一盏灯呢 原因就是每一间教会 称为教会的话 一间神爱的教会的话 其实要经历这七盏灯 这七盏灯 就如我所说 就是十六卷圣经里面 围绕着的同一个题目 就是七个节期 好了 去到这里 究竟 圣经讲这七个节期 跟我们的信仰 是怎样息息相关呢 神原来是怎样 续续七个节期 去离定我们信仰的高与低呢 七个节期其实 是究竟跟我们的信仰 怎样环环相扣呢 会不会经历七个节期 就代表了我们 在永恒里面的不同的身份呢 我们经历七个节期 当中要留意的事情 会是什么呢 在未来日子 我会详细和大家去分享 继续第一章 第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告备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间教会了 五五五十节 人都有七星和七 liter 师队 你也是一天 我会静高啊 很快乐 唯一 我会静下 你一乐 我会静下 老书 望一乐 我闹你一乐 我会静下 你一乐 策略主你心理 信服主你说话 想被你猜献 仍可言 全心听你呼寂 怀着爱坚守顺恋 情一切心间从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